就是以後如果你要算幾個小時、幾分鐘、幾秒鐘 那其實也是用day的 我剛剛講過你可以按F1 F1裡面的話就告訴你Interval 有不要放這個day的上面,按F1 裡面的話就會跳出那個相關的參考 那參數裡面的話 它怎麼跳出這個 是否有幫助 OK,那裡面的話 那個Interval參數 H就是指的是幾個小時 那M因為被那個什麼月份給用掉了 所以這邊改成N 那S 那至於就是說 跟使用者要什麼時間 跟幾十幾分幾秒 然後過來的東西就稍微修改一下 那旅證回去的就是給自己 那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這邊我剛剛有測了一下 應該沒問題 比如說我要算它三個小時之後的話 那會跳出個E time H 那時間給它 這個時間的三個小時 OK,應該比較簡單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個時間 三個小時 那分的話應該 這個有個E time M 然後給它時間 假設我給它65分鐘 按確定 它會不會自己進位呢 也會自動進位 有沒有自動幫你進一個小時 再來的話呢 E time S 假設我今天的時間 它總共 這個之後的 假設 95秒鐘 也會進位 按確定 也會自動幫你再進 等於是進一分鐘 只要超過60秒 它就自動幫你進位 這部分寫完之後 就可以自動算出 10分秒 程式部分 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也是拿剛剛的部分來改的 那我也把它貼在雲端上面 就這裡 OK 那以後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把褲子貼過去 改一下就OK了 好 這個部分的話 延伸的部分 因為剛好我同學 問到它不會計算時間的問題 所以以後你遇到時間也不用怕 反正就 10分秒都可以計算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把剛剛的部分再講完 第一個 要如何向下向右 可以自動的幫我 就是說 可以不要產生下個月份的日期 所以月份要判斷 那跟什麼判斷呢 跟它的上一個儲存格比較 是不是同一個月份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輸出 不是的話就輸出空之串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就把A2加1先減下來好了 查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是邏輯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邏輯函數 if if什麼呢 if 上面的日期 那上面日期的月份 所以打一個month month 上面一個儲存格是A2 如果 看等於或不等於 我就用不等於 不等於什麼 month 然後呢 把A2 再加一天之後 兩個日期一不一樣 如果加一天之後呢 不同的話 這個是不等於 不等於 OK 如果不相等的話 怎麼樣 輸出什麼 空的 如果兩個日期相等的話 那就輸出什麼 那就是A2加一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A2 再加一 輸出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 按確定 再來我向下填滿 這個應該沒問題 可是向右填滿 會怎麼樣 有沒有 這個3月1號的 它就不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輸出空之串 但是問題造成這個錯誤 Value的錯誤 如果有Value錯誤的話 我如果要把它顧慮掉的話 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用什麼 用另外一個函數 這個地方 麻煩 如果說我今天 如果它有Value上的錯誤 我就輸出空的 那我怎麼判斷是Value錯誤 第一個 一樣把這個公式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邏輯 還要在一個邏輯的話 其實建議 我的習慣這樣 把它剪下來 那剪下來的時候 等號不要剪到 剪下來 再插入一層 邏輯函數 反正你管它幾層 反正一層之後 先去最裡面 然後剪下來再貼 剪下來再貼 好 按確定 那再來的邏輯是什麼 那個邏輯 因為我要用什麼 在裡面其他函數 找到那個邏輯裡面 或者是說在那個全部裡面 有一個叫is 你打一個is 快打 或者是往下找 is 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都可以 isL 這兩個 有沒有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判斷什麼 Value的錯誤 那isL也可以 所以兩個都可以 那我用下面這個 按確定 那判斷什麼 判斷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因為我要讓它判斷什麼 就剛剛的東西 貼上 好 你幫我判斷一下 裡面有沒有錯誤 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 OK 按確定 然後再按確定 因為公司還沒完成 邏輯還沒加 移到if的地方 怎麼樣呢 就是 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 做什麼 變成空之串 反之呢 就有剛剛的東西了 所以好 剛剛的東西剪下之後 貼兩次 一次是判斷的地方 一次是輸出的地方 按確定 好 向下 向右 不見了 有沒有 OK 所以以後呢 不管你邏輯再複雜 反正做完一次 剪下來 再貼 再判斷 如果還要再複雜 還要再判斷 再剪下再貼 你可以做很多層 好 那我就直接一向右 一拉 放開 全部做完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只是說 可能你們不太習慣 if 一般人光看到這一串 就頭昏了 所以基本上 它主要是這個 先做完一次判斷 貼上去 對不對 讓is air去判斷 因為如果是貝毒的錯誤 它就是 空之串 反之就是原來的東西 再貼而已 OK 所以 大概理解的話 它不是從頭打到尾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從頭打到尾 我想要做對的機會可能很低 那用貼的方式就簡單許多 OK 好 請各位試一下 那如果等一下做完之後 再想想看 我如果今天希望禮拜六 一個顏色 那個顏色的話 比如說是用那個 假設是綠色的底 然後再加上淺綠色的字好了 淺綠色的字 然後 禮拜天的話 也許是 紅色的底 紅色的字 類似像這樣好了 那 禮拜六禮拜天都要 這邊有五十二週 那你勢必要做五十二次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快一點 一次就做完了 最好按個按鈕全部做完 那最好了 不過這可能要寫一點程式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可以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OK 等一下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的那個公式 在雲端上面也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從雲端上面 這邊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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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剛剛做的 把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給試試看 還是應該分成功 有一點 有一點 我沒有 二 可不得 我很好 可以 劈一點